微软最近刚刚发布了基于Android 13的Windows系统 构建版本2211 这是一个预览版本 用户需要在Windows 11上注册为Beta成员 才能下载带有Android 13的WSA 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最新的WSA安装包来绕过它这个限制 Windows系统WSA是一个兼容层 用于在Windows操作系统上运行Android应用程序 它是作为将Android操作系统功能引入Windows平台的一种方式 适用于Windows 11的Android 13 WSA版本为2211.4000.7.0 现在可以使用Root 预装Gaps 并移除了亚马逊商店 具有Android 13及其所有优点 此外它还为WSA带来了性能改进 据称性能直接提高50% 改进了鼠标点击输入 剪贴板稳定性等 最重要的改进是升级到适用于Android 13的英特尔桥接技术 改进了在Windows中打开媒体文件的可靠性 今天的视频将分享如何在任何Windows 11版本 安装最新基于Android 13的WSA版本 以及Magisk Route 在你开始之前 如果你已经安装了Magiskon WSA 安装过程会自动卸载现有版本 并在保留所有用户数据的同时更新它 如果你安装了WSA 请先将其卸载 该版本同样适用于ARM电脑 启用虚拟机平台 按下键盘快捷键Win加2 打开运行对话框 输入AppWiz CPL打开程序和功能面板 单击左侧的启动和关闭Windows功能 向下滑动鼠标 选择虚拟机平台并单击确定 安装完成后重新启动Windows 安装Microsoft UI XAMO 2.6家 Microsoft UI XAMO包括运行适用于Android的Windows子系统的框架 它预装在Windows Insider版本 对于稳定版的Windows 11设备 您需要单独安装此应用程序 安装WSA 下载并解压WSA的安装包 压缩格式为7Z 如果您无法解压 请下载7Z 解压之后的文件夹名称太长 为了方便 您可以重命名为WSA 进入文件夹 找到Install PS1 右键单击Install PS1并选择使用PowerShell运行 如果运行安装程序弹出的窗口消失 您可以手动进行安装 以管理员全线运行PowerShell 运行屏幕上显示的命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几分之后 如果一切正常 WSA安装完成后 Android的系统版本即为Android 13 通过WSA可以确认版本号 版本号2211.4000.7.0 就是基于Android 13的WSA 中文件夹目的